《卯丹亭经梦》是先奉名剧团第二届的剧目 内容是写杜丽良在卯丹亭内睡着了 梦见一个书身 拿着柳子向着她走过来 那两人一见钟情 更相好于湖山石叛 丽良醒了之后 因为思念书身 而抑鬱而死 装在梅花庵 丽良死后三年 梅花庵来了一个书身 正是丽良的梦中人 当晚丽良来探访书身 接下来这一曲《幽溝》 就是两人相见的情况 有请郑友弟 刘彦明两位同学 请大家细听 《幽溝》 秦桐一旁 秦桐一旁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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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